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民众今26日于脸书上贴出在基隆买的便当,并指出一炷菜三配菜要价200元太贵,不过消息一出立刻被网友群洗打脸,反批该为民众购买的是码头与便当,200元的价位相当合理。 民众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表示,自己在基隆市场内买便当,不料结账时竟被收取200元,直呼太贵,从便当内可看见除了高丽菜、酷瓜与菜瓜配菜之外,在白饭上还有一条体长超过15公分的炸鱼,眼间的网友立刻看出这条鱼是海鱼马头鱼,由网友指出, 海鱼马头鱼意味价格约在200元至400元左右,依照重览算钱,因此便当离有马头鱼,200元的价位并不贵。 其他网友留言指出马头鱼不便宜,你赚到了,去市场问问看一只都贵33,鱼都不能抗议它的痛处,吃鱼不知鱼价。